任性的女孩 有一个小女孩非常任性 不听大人的话 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爸爸妈妈很忙 没时间照顾她 她只好去了奶奶家 奶奶很老了 眼睛不好 腿脚不好 耳朵也不好 每次女孩都要大声地喊奶奶 才听得到 奶奶 我要喝水 奶奶 我要上厕所 奶奶 我要吃糖 奶奶听到后 都会马上帮她 可是奶奶的马上 实在太慢了 小女孩都等不及了 奶奶 你真慢 奶奶 你快点 小女孩对待奶奶 没有礼貌 也不知道感恩 有一天 有一天 小女孩和奶奶一起出去散步 小女孩跑得特别快 奶奶根本跟不上她 奶奶 你快点 你慢点 你快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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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奶奶 我要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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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儿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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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慢慢地走到马路对面 买了一个冰淇淋 她举着冰淇淋 对着马路对面的女孩 摇了摇 买到了 你等着 奶奶 你快点 不然冰淇淋都化了 奶奶举着冰淇淋 又慢悠悠地 朝对面走去 这时 一辆汽车冲了过来 奶奶被撞倒了 当场死亡 可手里的冰淇淋 却还好好的握着 小女孩 小女孩呆呆地看着那只冰淇淋 走到奶奶身边 轻轻地喊着 奶奶 奶奶 可奶奶再也起不来了 从此 小女孩变得不爱说话 也不敢再吃冰淇淋了 当家人问她 那天发生什么事时 她只是说 我 我没让奶奶买冰淇淋 是奶奶要去买的 我没让奶奶买冰淇淋 是奶奶要去买的 我没让奶奶买冰淇淋 是奶奶要去买的